大家好我是OKHand 你可以叫我林子余 然後這次議程是用Python選出快平台APP 這樣的KIVI你喜歡嗎 那我們這次主要講一下KIVI是什麼 然後如何簡單建構一個APP 然後怎麼去跟它去做互動 然後做完APP之後我們需要打包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打包過程 跟打包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難或問題 那再一次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我叫OKHand 那我畢業於常常大學 志工系四年級 那是一個無聊 就是做一些玩具啊 小插件的一個人 那我回到主題 什麼是KIVI 那KIVI是一個開源的Python還是酷 然後它可以在Android上 那IOS上WeNeedNot上Windows上去做執行 那它支援許多種輸入 像是滑鼠啊鍵盤 觸控什麼事 或是什麼特定作業系統的 觸控事件都有支援 那它的圖形還是酷子 去做一個簡單的介面去設定 那用Python的KIVI去開發APP 那你們一定有很多問題 像是 執行速度快嗎 圖形運算方面如何 支援的範圍在哪裡 然後可以使用原本第三方 其他的Python還是酷子 一起做開發嗎 那我們一個人來 那先從執行速度的問題 我自己測試是沒有原生這麼快 但是KIVI有支援Python的寫法 可以去做一個提升速度的解決方案 那圖形運算方面 KIVI有寫相對應的API 可以讓你去引用 然後 去做一個提升GPU使用率的一個方法 那支援範圍的話 官方Document就講到說 只要是支援 OpenGL 2.1以上 都可以運行 那我自己是沒有那麼舊的手機 所以我是採用模擬區去測試 那 我是測試的是安卓的版本 那 從模擬區最低安卓5的 棒棒糖到現在最新的安卓7的牛仔糖 都可以使用KIVI做的APP 那都不會閃退啊 崩潰等等 那 接下來是可以使用 其他的第三方的AP一起去做開發嗎 這邊是可以的 這邊也是 KIVI的一個很大優點 也是一個優勢 就是 你可以使用其他 很多第三方的 牌子還是酷啊 一起做開發 那你就可以 創作出一些比較多元的 App 那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怎麼做一個程式 那 這邊是我們主程式 一定要叫 MainPy 不然後面打包會出錯 所以 這邊曲名為MainPy 那我們就引入我們的 KIVI的APP 然後我們這個程式做一個簡單的 小Button的按鈕 然後上面有一個 字 對 所以我們就引入我們的 KIVI button 然後 建構我們的 Button 然後給他txt 就是我們 要在上面顯示的字體啊 然後 size hint啊 就是大小啊 post hint啊 就是 finally啊 然後就會顯示出這樣的一個 簡單的APP 那我們剛才講過 KIVI是採用一個 KV的中間語氣 去做一個簡單的 設定 就是 畫面的設計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 就是 第一個 Final Screen Final Screen的話 其實是 這個設定哪個名字 然後我們就可以 接著下面 做設計 像是 分別建構出 FlyLayout 然後 在FlyLayout上面再建立一個 Canvas Canvas的一個區塊 那我們可以 我們就在這個區塊上面放一些 像是什麼 Label啊 Image啊 Image Button啊 那我們也可以 也可以給這些 Label啊 Image等等的 這些 物件 給他 txt啊 給他ID啊 去做以後的互動跟指定效果 那要怎麼去 把Mainpy跟KV 去做一個互動呢 我們這邊簡單講一下就是 Final Screen 這邊先指定一下 我們設定檔 Final Screen 然後 我們在找我們需要更改的 物件的ID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 指定我們這個OK啦 的這個 Image 的ID 那我們要改他什麼呢 我們要改他裡面的圖片 那我們就直接點Source 然後 去做更改 這樣子 那做到App之後 我們需要打包 那打包的話 我們先從Android開始講 那Android的話 其實他 他有兩種 分別是Python for Android 我們簡稱PCA 然後跟Broaddozer 那 其實Broaddozer是PCA進化版 所以我們這邊就 只介紹Broaddozer 那 Broaddozer的話可以點擊下面的網址去做 安裝他的套 需要套件 跟 安裝套件完之後 你就可以做一個初始化跟打包的動作 但初始化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 裡面會有一個叫Broaddozer Spec Spec 的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其實就是 你打包的設定檔 這個 其實很重要 然後 裡面其實有很多資訊 那我挑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出來講 然後 其實這個Pakname就是 你後來打包出AP可以安裝完之後 他會叫什麼 名字就是 由這個Pakname 等於後面的去做 叫什麼名字的 那 過來就是這個SourceDeal 我們剛才講過 每個 主程式都要叫MainPy 那這個SourceDeal就是你MainPy 指定的位置 那 MainPy的默認是在 當下的資料夾下 然後過來講到 Source include its teeth 就是 你需要把握什麼 副檔名的資料 進去 你的程式 那 這邊預設是 Py KV 其他我不知道有沒有預設 但是 如果你需要有用到 Png JPG 像什麼 還有什麼 NP3檔 之類 就可以自己加進去 然後這個 Requipment 這個預設是 Py3跟 Kivy 那 剛剛有講到我們可以使用一些 額外的 第三方含式庫 去一起做開發 那 如果你有使用的話就在這邊擴充 你就可以一起打包進去到你的城市裡面 就可以去做使用 那過來這個 Android Promission Internet 這個東西其實一開始是預設被註解掉的 但是如果你如果程式有需要用到網路的話你這邊是需要 去做一個開啟的不然你AP是無法去做使用聯網動作 那我們打包完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他在bin檔下 顯示出你的 打包完成的APK檔 然後你就可以拿去你的 模擬器啊實際上去做安裝回數做使用 那打包 常常遇到幾個問題 就是 我打包出 跑到一半出來出現錯誤 那其實 以前我也常發生這種事情 那 我以前最常出現錯誤可能就是 我可能有些套件沒有裝好啊 然後或是Android SDK NDK 路徑他找不到 在他的路徑下找不到這個Android SDK NDK 那我們就可能需要 重新把套件裝好 然後把路徑指定好 然後 在 當下的資料夾 去做一個 Bloodos Android clean 去把之前 東西 暫存去 做一個 刪除 那我們 再做 重新打包一個動作 然後不然就是你的 打包裝裡面 沒有Man PY 那 一樣 打包的一半會出錯 那如果你打包完之後 你 成功打包成APK 但是 你拿去手機上 模擬器上 運行 你發現 功能可能有殘缺 就是什麼 圖片不見了 或是什麼 音檔不見了 或是 或是有什麼功能 Mask 去做使用 那 你可能就要回去 看你的 Bloodos Bect 看 有沒有 什麼 副導名沒有去做 包包到 然後 第三方還是酷有沒有去做包到 這樣子 因為 有可能就是因為你沒包到這些東西 然後 導致沒有辦法去做使用 或是沒有顯示出來 那 講完Android 這邊講 IOS 部分 IOS 部分 其實它 有一個 官方是一個叫 KIVIOS 的 你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 採託 券安裝 像是 像KIVI之類的 然後就可以在IOS上去做 打包 那下面有一個範例就是 簡單的範例 就有人去做個簡單的打包 你跟著他一起做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打包成 你要 就是打包成 我們跟 就是一個Xcode的檔 那 包成一個Xcode檔我們可以在Xcode上去做模擬運行 然後就可以看到你程式有沒有出錯啊或是沒辦法使用的地方 那如果 都可以的話 你就可以 直接 打包成 給你自己用的 App 這樣子 那 我今天 一層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聆聽 謝謝 謝謝